宁静以致远 静心究竟能让人达到怎样的境界 百学先立志 历代家法要求子孙定立哪些志向 古人如何内修于心 外修于行 为什么说治国必先齐家 齐家之难 又为何难于治国平天下 寻找中国人个体成长的精神足迹 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体认同 法律讲堂文史版 特邀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中国家法 敬请关注 志向决定着人一生的方向和成就 关系着子孙的品格心性和成败得失 然而志向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头上的誓言与承诺 那么传统家法是如何引导子孙陪志养志的 俗话说有志者立常志 无志者常立志 同样是立志 为什么有的人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目标 而有的人却一生碌碌无为 特别节目中国家法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即将为您讲述 立志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集我们讲到西文范式 报国兴踪明理见性 是传统家法教育儿孙立志的最主要目标 还以江南称辱张吕祥为例 说明了儒家义里在生活日用中的具体应用实践 张吕祥的成功固然是他学术和人生的成功 但这两种成功都有一个前提 他母亲急着他从小立下了远大的志向 从个人成就考察 佩斯孔庙超凡入胜 张吕祥算是功德圆满 但认真说来 张吕祥的成功既有偶然性 也有必然性 先说必然性 明清顶格之际 张吕祥一无功名二无官位 作为一介草民 自然避开了晚民知识分子面临的 结义纠缠和道义困境 自然而然地选择了 以不变应万变 隐居田园 立田教官 再看偶然性 清兵南下 他的老师刘宗舟选择寻道死意 以67岁高年以绝世而死 这对张吕祥触动很大 老师死结 他也只能守意 选择经世济用的道路 制学制生 并要求子弟学生 选择渝桥根读的生活方式 换句话说 乌龙固然有自愿的因素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迫不得已 就张吕祥的本意而言 他更愿意子孙选择读书 他在家训中说 视为四名之首 从事授血便有上达之路 非为富贵也 所以仍自爱其身唯有读书 爱其子弟唯有教治读书 张吕祥认为 读书既可以保障清洁清德 还可以置身为官 视龙工商四业当中视为首选 拜师受教就有了寄生社会精英的记忆 既可以培育好的人品 还可以潜心置学 至于富贵 那仅仅是读书情学的一种结果 有也可 无也罢 所以如果一个人爱惜自己 就只有读书 富贵被爱惜子孙 就必须叫他读书 张吕祥的观点 涉及到两方面的内容 立志不仅关系到品格培养和为人处事 还关系到知识技能和职业选择 前者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后者是怎样做自己想做的人 两个问题归总还是一个问题 志向决定品格 品格决定性格 性格决定行为选择 最后的结果就是自己的人生和命运 那么读书做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从先情以来 儒家学说推崇的都是内外功夫 对类修炼心性 对外忠君报国 朱白楼总结说 读书志在圣贤 为官心存军国 读书做官的志向定位就两个 一是体罚圣贤修炼心性 二是中兴国事尽职尽责 晚民浙江慈禧人刘正之 性情刚直方正中义读学 做官之前 他写下一张小纸条 锁进小箱子里 每年元旦的时候 他就打开箱子 默默看完之后又锁起来 全家人都觉得很奇怪 不知道他藏的是什么宝贝 后来他担任阎陵支县 农民军攻县徐州 支州被杀 有人劝他弃城而逃 刘正之势手孤城 陈破后他唯一坐公堂 农民军让他交出官营 他坚决不给 后来被绑起来 扔雪地里边三天三夜 还骂不绝口 被乱刀砍死 刘正之死后 家里人打开箱子 找到了那张神秘的小纸条 上面就三句话 九个字 不贪财 不好色 不畏死 刘正之的小纸条 就是自己的人生志向和幸福 他践行了自己的落叶 也以奔状决绝的方式 实现了自己的志向 做清官 做君子 做忠臣 后来清人修明时 将他写进忠义传 名传千古 刘正之励志 做一个清官 做个忠臣 并时时刻刻以纸条 自警自律 最终以死明智 名垂千古 他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 志向不经过修炼与培养 便只是一句口头上的誓言 那么志向需要怎样去培养 历代家法 给了我们怎样的智慧与策略 特别节目 中国家法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立志 立定志向后 如何培制养志 这是实现家庭教育目标的关键 纵观立代家法 一般秉承五大原则 第一大原则 争 争体现的是志气和人格的关系 代表的是公正 忠义 青年等正线价值 刘正之以生命捍卫了自己的 道德操守和人格理想 展示的是争气 勇气 面对是非取舍 善恶选择 死劫死意 是一种证 但保全生命 存需道通 也是一种证 为其生与晚名 年轻的时候 聪慧过人 慷慨大气 致力于科举 但加深之变 将善易主 为其痛心国家败亡 立志讲学 不是新朝 康熙十七年 一般朝廷重臣 鉴举他参与博学洪四科考试 他言辞拒绝 保持了清真的操守 魏喜自己总结说 所谓志向的向 代表的就是一种取舍选择 立志必须首先辩清是非 哪些是好事善事 是我可以做的 是我必须做的 哪些是坏事 是我不会做的 是我绝不肯做的 出了关键时刻 像刘正之那样 舍身取义 杀身成人外 要保有清真的品格 还必须坚持 独立的人格操守 但民以实为天 要独立清真 又必须活下去 有两样东西 就特别重要 一是置身 一是忍穷 前者如张吕讲 力田勿隆 谋身正道 后者如大量的影视 清平淡薄 终其一身 不宜草旅 智节双全 在养智首节和智升养家的问题上 宋代的尼斯注重两者的结合 世代夫家子弟若无家业经营 一时不过三端 上演者视而养路 中演者旧管俱途 下演者甘求假代 尼斯指出 世代夫家庭 如果没有产业 寻求一时只有三条道 最好的是当公务员 拿工资 刺一等的是当老师 最底下的就只能仰仗别人的馈赠 和厚着脸皮戒胆 比较之下 第三等人 你要让他奋制读学 保有节操 那是强人所难 但是只要能够维持 基本的温饱 读书人就必须咬紧牙关 立定脚跟 明代吕昆吉利子弟们说 把意念成强的下 何理不可得 把志气奋发得起 何事不可做 只要抛弃 邪念贪欲 天下有什么力物不图 只要奋发图强 天下有什么事 不能成功 清代的卫相书 教会子弟说得更通透 贫贱利品 富贵利生 方是天地间 真男子 成德美在困穷 败生多应得志 贫贱的时候 不嗓是操守 富贵的时候知道 景言盛行 这才是天地间 真正的蓝死汗 古往今来 很多名人 良好的品格 都是养成于 穷困之士 一旦得志 患得患失 皆操碎一地 败生儒家 那是必然 鉴于对历史和人性的 生切体察 清代汤彬 在子女教育问题上 提出了一个观点 少年儿一时苦 苦则致定将来 不时足也 子弟年少的时候 最好让他多吃苦 艰苦度日 才能有定制 到了将来 才能够抵制诱惑 不至十足 这就是我们今天 富养归女 穷养儿的 焦躁来源 王辉祖 更要求子孙 独立自主 自立根深 他人位高度金 与我合设 一门半户 图为实者所比 且受恩如受债 一养人鼻息 便终身不能自证 为树起几股 人苦奋力 方为有志之事 别人家有钱有势 跟我有哪样关系 要是一草父母 只能被有识之事 耻笑 更何况 受人恩惠 就好像举债 一旦养人鼻息 终身难以挣作 只有树起脊梁 人苦赖穷 这才是有志之事 第二大原则 读 就是以诚执之心 养志 立志 王阳明教导弟子们说 以立志为君子 自当从事与学 凡学之不勤 必其志志 尚未读也 既然立定志向 要做君子 就应当致力于读书 如果学习不勤奋 那一定就是志向不坚定 曾国藩的四弟 给哥哥写信 说是在老家熟学就读 耽搁太多 进步不大 要向外出游学 师从粮食 曾国藩回信说 只要乏分立志 自立自强 无处不可以读书 家属可读 矿业可读 茶楼九四可读 朱买乡挑柴可读 公孙红放读可读 如果志向不坚定 哪里都不是读书处 连神仙居住的 浪源仙境 都不可能千心求学 曾国藩最后强调说 读书从来不择时 不择地 关键就看志向真不证 为什么立志后 必须读书 富山的解释是 志气和学问 是互通共济 有志气无学问 至于用学问时 往往被穷 使之志气不可空暴 如果一个人有 灵灵壮志 但没学问 需要学问的时候 却不知所运 不知所措 不知所为何事 最终只能空暴壮志 一物所成 关于志才学 三者之间的关系 被明史称为 一代明成的郑晓 在教育自己儿子的时候 说得很清楚 大志非才不就 大才非学不成 远大的志向 必须有才能之成 而大才大能 必须要学习方能成就 第三大原则 信 坚守信念 保有信心 随时自律自立 以期成功 为了心理强大 古人有提炼自立的 有用坐右鸣自警的 还有像鬼神发誓 比如清代蔡世远 要求子弟发誓守志 一旦立下志向 就应当强义执行 终身守志 向天地发誓 凭鬼神取信 只要能坚守 天人忧护 必然能够成就大功 其只考取一个 举人进士而已 据说这种实质取信 于鬼神的事 范仲淹也尝试过 范仲淹 未见的时候 曾经求过签 算过命 但是只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辈子能不能当上宰相 第二个问题 如果当不上宰相 能不能当良一 有人就问他 高高在上的宰相 和摇陵跑坛的郎中 你这两个志向 相差也太远了吧 范仲淹怎么回答 当宰相 就以仍兴治天下之政 当良一 就以仍兴治天下之病 这就是不为良相 即为良一的志向选择 第四大原则 狠 东汉孔藏教育孩子们说 仍之进退 唯一问其志 取弊已见 勤则得夺 山流至柔 时未之穿 歇重至弱 目未之弊 腹溜非十字枣 歇非目之钻 然而能以 围翠之心 献肩刚之体 岂非极见之智火 人的一生是进步 还是退步 主要取决于他的志向 有很多因素 可以决定志向 是否能够实现 但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极见 山间细流 柔弱细小 但是可以敌穿石头 柱虫柔软无骨 却能够钻透木柱 溜流非石枣 柱虫非木钻 之所以能够以柔弱胜尖刚 这就是持之以恒的效果 曾博方总结了读书的三大法门 并传递给子弟们 该世人读书 第一要有志 第二要有识 第三要有痕 有志则断不干为下流 有识则知学问不尽 有痕则断不不成事 读书 第一要有志下 第二要有时段 第三要有恒心 有志自然不甘下流凭借 有识则明晓学害无疑 有恒则没有成就不了的事 立志只是起点 只有不断砥砺前行 才有可能抵达成功的终点 然而从古至今 却总会有一些 志得意满 志大才疏 或者是人穷志短的人 他们虽然也曾立下志向 却一生随波逐流 难成大事 那么历代家法 又是如何引导子孙 做出理性的行为选择的呢 法律讲堂文史版 特别节目 中国家法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立志 宁静以致远 静心究竟能让人达到怎样的境界 百学先立志 历代家法 要求子孙定立哪些志向 古人如何内修于心 外修于行 为什么说治国必先齐家 齐家之难 又为何难于治国平天下 寻找中国人个体成长的精神足迹 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体认同 法律讲堂文史版 特邀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中国家法 敬请关注 第五大原则 圣 主要是至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关注志向定位 志向既可能带来正能量 也可能产生邪能量 如果志向远 大但品格卑微 雄心变异性 或交接斐类 或志去低下 那样不仅害了子孙 还会累积家庭和社会 所以副祖辈对子孙的志向 必须密切关注 清代史敬城就注意到了 从小的生活环境和小孩的志向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他主张对子弟少年 岂无顺其所欲 需要训之以千功 先以美食 当位之敬 应同匪友 无令之轻 自志去自然朴实敬礼 从小开始 绝不能让孩子纵心所欲 而要教导他千功有礼 不能动辄 穿名牌 吃美食 住星级酒店 开豪华跑车 还要防范他结交 赢血 奸诈之辈 只有这样 孩子所立的志向 才会趋于 自然朴实 何于道义 为了防卫杜剑 浦江正式家规认为 下棋 赌博 听曲 杨了 斗虫 这些所谓的娱乐节目 都能够蛊惑心智 引人走向邪路 荒废学业事业 败坏 加深加长 所以明确规定 郑家子孙 严谨 沾染 第二 避免人穷之断 很多韩素子弟 因为身份卑微 志向底下 所以浅诚辙止 小乘几岸 自以为 时也 命也 孕也 无非如此 张旅相 深谙此理 教育子弟们说 楚贫困 唯有勤劳刻苦 以应本业 不一书时 终岁所需无几 何忧伏计 家道贫困 更要辛勤劳作 刻苦学习 务好本业 力求上进 至于穿衣吃饭 龙虾鲍鱼和野菜糟糠 都能够填饱肚子 零落绸缎和粗布蚂蚁 一样的遮羞避寒 只要能够维持温饱 一年需要多少花费 一会儿担心差钱 一会儿担心破产 成天如此 只能消磨志气 混同繁流 北齐燕之推 较早发现了这一点 他劝勉子弟们说 有志向者 碎冷魔力 已就素颜 无屡立者 字字堕骂 便为凡人 按今天的流行语翻译 有志向有操守 有志向有操守 无论贫富 都能够自我 敌力磨练 成就梦想 反之 则如水屈下 有钱就任性 逞其斗艳 沦为土豪 无钱就任命 丧志图存 变成土鳖 第三 防范志得意满 很多人家子弟 小有所成就 心高天下 目中无人 这些都是小志 而非大志 是小成 而非大成 不是成就 大事业的了 唐一修教会 生徒子弟们说 无如人只要自己好 总不知有他人 一生之外 皆为胡悦 志气小 安能成大事在 天外有天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不要总以为 老子天下地义 什么都是自己好 别人常 就自己一个人 是文明人 舍我之外 都是野蛮人 这样志气太小 哪能成就大事 志得意满的 具体表现就是自傲 曾国藩 生之其寒 傲奇技长 终不进攻 所以潦倒一生 而无寸境也 从古到今 凡是傲气一掌 人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 所以往往终生潦倒 一事无成 第四 提防志大财术 严格意义上说 志大财术应当叫 心大财术 当一个人的志向 远非他的才能所及 那就不是志向 本身的问题 而是自我定位 出了问题 王永斌 对此有过 惊荡的评论 志不可不高 志不高 则同流和武 无足有为义 心不可太大 心太大 则舍尽突远 蓝旗有诚意 力智一定要高远 否则很快就会被 环境同化 难有大的作为 但志向一定要和 自己的才能才德相配 否则心太大 往往舍尽求远 好高物严 难以成功 第五 鼓励折截改制 好人未必永远是好人 坏人也未必永远都是坏人 佛家主张放下徒刀 立地成佛 儒家也特别赞赏 折截改制 宋代大陆胡安国 年少的时候 桀骜不逊 无从较致 他的一气之下 就像他锁进了一间空房子里面 让他反省 刚好空房子里边 有几百块 那种小木头 胡安国闲着无聊 只好搞搞雕刻 就把那种小木块 雕刻成各种各样的小木人 他的一看 心气收敛了 就把一万卷图书放进去 胡安国很快将万卷图书 一扫而空 折截改制 努力勤学 最后成为一代宗师 志向决定着人一生的方向和成就 关系着子孙的品格心性和成败得势 古人的智慧和策略告诫我们 人生必立志 天下万般事 有志必成功 为其如此 子孙才不会随波逐流 何光同尘 古人还告诉我们 有志必修德 必敬业 必清学 为其如此 子孙才不会傲娇狂妄 悟空一切 最终成为一个有内涵 有修为 有贡献的人 谢谢收看 作为一家之主的家长 在家中承担了哪些义务和责任 俗话说清关难断 家务事 当家族成员之间产生了纠纷 家长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化解家庭内部矛盾的 传统家族的内部管理 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可供借鉴的智慧 在明天的节目里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将为您讲述 假政